其实常态,如果不选择996会怎么样? 大佬站台的996为何如此霸气? 大家好,我是小金 本期内容比较伤感 看完之后希望你不会感同身受 近期一篇叫做互联网留守儿童 大厂员工的下一代的文章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引起了无数996工作之父母的共鸣 在文章中 一位豆瓣网友这样描述自己 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 身为员工的父母 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 老人带着孩子过来 父母和孩子匆匆见上一面说说话 然后老人带娃回家吃饭写作业 父母继续回到工作岗位 工作到半夜 这两年大哭已经不是小孩子的权利了 很多网友说 成年人的崩溃只是一瞬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压倒你的那根稻草 就会落在你的身上 前段时间看到新闻 一个女生在路边尾停 交警要上去批评教育 结果刚上去 女生直接崩溃了 一边大哭 一边胡言乱语 这个女生毫了一会儿 说了一段话 不知道说哭了多少人 我加了两个星期的班了 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 想回家做个晚饭 却又在这堵住了 那种语气带着哭腔 不是生气 也不是愤怒 如果你经历过 你就会懂 我已经很努力了 却没有想到 连回家吃饭这种小事都做不到 之前腾讯新闻 也曾拍过一部纪录片 破局中的职场人 同样反映出了 大乘势众996父母的困境 互联网公司的主管张婷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开车通勤两个小时 下班到家十一二点 女儿早已入睡 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没有工作 好好地陪女儿一天 看起来平常地 好好陪孩子一天 却像是一根刺 扎进了很多职场父母的心 尤其是一线城市 互联网大厂的双职工父母 根据中国城市 亲子陪伴调查的数据显示 近七成的中国父母 没有时间陪孩子 而随着城市生活压力的 不断增加 全职父母的比例 还不到一成 许多人表示 工作和陪孩子的矛盾更大 73%的父母 会因为工作的原因 而取消与孩子的约定 最近一段时间 某互联网公司员工处死 和应接毕业生 拒绝996被辞退的新闻 将996这个词 又推上了风口浪尖 有网友认为 互联网大厂996上班族 赚来的高薪 至少可以给孩子 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为他们的未来铺路 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 包括媒体人 设计师 建筑工人 快递员等 同样存在996 甚至007的长期超市工作 却无法获得相应的高薪待遇 而且某互联网公司 给出的回应是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 哪一个不是用命在换钱 我一直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 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 你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 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 我们都可以 从996到大小周 加班的形势层出不穷 甚至只是因为年轻人 就要用命拼 在死亡面前 我们拼出来的东西 算什么呢 一个23岁的花季少女 加班到凌晨一点 猝死街头 这位姑娘倒在人生的旗袍线上 甚至连拥有自己的家庭 和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更没有机会去衡量 这些牺牲换来的是否值得 大佬站台的996 为何如此霸气 很多大佬都站出来力挺996 马云爸爸的996是福报 堪称无雷官耳 更有大佬把不想996的人 归类于不能拼搏 性价比低的员工列表 应该立即扫地出门 还有很多的发言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十分钦佩部分优秀企业家 在工作中的干解 但把自己的工作标准 以管理的方式 强行下压给企业员工 甚至作为优秀员工 与混日子员工的分水岭 认为996是员工的福报 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这样的管理模式 一方面不能激发员工的 主观能动性 降低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对工作呢 反而还会出现 耗时拖进度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 也会让我们的员工 不能够很好的陪伴家人 享受生活 甚至对身体健康 也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 很多人错误的认为 年轻的时候996是奋动的目标 但是却回避了一个 最为直接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为谁996 我们的996出发点是什么 难道身为员工的父母 在傍晚五六点钟 去楼下广场 老人带孩子过来 父母和孩子匆匆见上一面 说说话 然后老人带娃回家吃饭写作业 父母继续回到工作岗位 工作到半夜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拒绝996 并不是拒绝奋斗 我们要合理的规划时间 高效率的工作 而不是以牺牲健康 和家人的前提下 当一个成年人 在你面前崩溃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嘲笑他 不要说他脆弱 不要说他搞笑 因为他可能真的遇到了 喘不过气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